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来听啊 那最好 来年周六天天气都很好 大致天晴 最高温度都升到28度 而湿度都升到100% 我想都适合出外景 但是我留意到 后面好像有一条红色粗间条 新的东西,是什么 红色粗间条所颓起的温度 代表了接近气候平均的一个范围 而這個範圍是統計過去30年歷史數據而得到的 以4月16日的最高氣溫為例 我們首先翻查了1981年至2010年 所有同日的最高氣溫紀錄 共有30個數 從氣候的角度來看 某日的前後一兩日的天氣 其實可以很類似的 在統計上同樣具有代表性 所以在計算的過程中 我們同時會考慮14、15和17、18的最高氣溫數據 令整個統計樣本擴大到150個數 如果我們將這150個溫度用圓圈表示 畫在一張簡單的圖表上 就會看到這堆數字其實都頗分散 但留意中間這部分的圈圈明顯較密集 而上下兩端就較為疏落 在數學上近中間這個範圍 往往也會包含平均值在裏面 講回九天天氣預報的紅色粗間條 其實就是在分佈圖上 撇除了上面的四分之一 和下面的四分之一的數據之後 剩下來的溫度 這部分佔了一半的歷史數據 也較接近平均值 因為這樣 就被我們選擇放在九天天氣預報裏面 作為一個參考和比較 好像4月13日的28度高溫 這個預測的點出現在 紅色粗間條上面 即是說 預測的溫度值 在氣候分佈裡面屬於較高 相反 如果下跌在粗間條下面 屬於較低 如此類推 最低氣溫和相對濕度的粗間條 都可以這樣去理解 一般來說 預報的時效越長 預報的不確定性會越大 而且它的準確度也會因此而遞減 我們現在出的九天天氣預報 主要參考電腦數值模式計算出來的結果 而這些電腦數值模式計算出來的結果 在不同的季節 不同的天氣系統之下 是會不同的 是不說不知 不過可否給一些具體例子 舉例來說 春天和夏天的系統 譬如霧 熱帶氣旋 暴雨 它的變化是比較大的 特別在一些比較小的系統 好像雷暴 它的時間和位置 的隨機性是比較大的 所以比較難預測 明白了 我都差不多夠了 我要去準備預訂車了 拜拜 Yunas 別走 再扭一下電話 還有記住近身的時候 再看看我們最新的天氣預報 好 沒問題 一定 拜拜